什么样的名字让全场误会连连爆笑不断 到了很多个笑话 什么样的小伙儿让姐妹二人如此动心 我愿意跟他走 有那种心动变成了感动 什么样的故事让男女嘉宾感动标泪 哭了一个二十 什么样的陛下恋情让男嘉宾遭受暴轰 心是揪就这样 女孩子有点不太公平 但亲民一整形全程热恋心力上演 亲民人们都知道你出对家了 开饭了开饭了 终于到我每天最开心的时刻 开饭了 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燕姐从来都不解释 那饭吃的那就一个吓人呢 燕姐 看这么老多 人别人都不敢吃 就她敢吃那么多 我已经不懂偶像派的路线了 我懂得就是屎立派了 我还想爆料一下 就我们俩的饭量大家都看到了 其实最苦的就是老王 每次录节目之前 他都让自己是空虚的状态 那简直是非人一样的在于 可我任何节目都不做了 我也得吃饭 真爽啊 钱怎么都没了 难道入室怎么可以了 欢迎今天来到现场 所有的观众欢迎大家 欢迎 谢谢 谢谢 请坐 请坐 我们赶快用掌声 有请出今天16位 可爱的姑娘出场了 有请他们 打赏支持明镜与 пере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总看咱们节目感觉特别真实 而且特别有东北的特色 你们俩要是都遇到一个特别 就我们上场这个小伙特别特别好 特别优秀 你们俩怎么办 PK到底 别对PK到底 姐姐呢 其实吧 说是抢 但是这么多年以来 她喜欢的东西 只有我帮她争取的 没有我跟她抢的 所以如果她真的喜欢 我让 但是你这岁数是应该她让你的 只要是我们姐俩其中一个幸福 哪个都行 既然她喜欢 那我这么多年都让了 那就让吧 如果说这个男孩 就是姐姐更合适她的话 我一定让给姐姐 因为姐姐这些年 特别特别不容易 为了家里 然后为了我 所以说这一点牺牲不算什么 我总觉得她俩这么让法 这个男人是被让出去了 最后的谁也留不下 然后鱼翁得利了 是是 好 这是五号和六号 我们场上的姐妹花 另外要欢迎一下 今天来到现场的观众 长城康达姐妹医院的朋友 尊敬教育学院 东风本田长春承接店 和长春日饭机酒店 风润酒夜 有限公司的各位朋友 欢迎大家 欢迎欢迎 16位女生请亮灯 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的 第一位男嘉宾 说到第一位男嘉宾的名字 其实我都有一点不好意思 为什么呢 那个字啊 实在是太生批了 我都不认识 我们掌声有请出来之后 才能知道她叫什么 来 有请 场上的16位女嘉宾 大家晚上好 我叫范洛 我今年23岁 是某公司一名院经理 刚才燕子姐说了 我这个名字很 很生僻 那么大家看一下 我的名字怎么写的 这个名字很多 闹了很多个笑话 其实最明显的一个笑话 就是婚 当然我这个人 并不怕婚 我的说了这么多 我的爱情宣言是 你之前可能会迷过路 但是我来了 你就别瞎走了 咱俩一起走呗 我就说了 我真是不认识这 你看 真是不认识这字 我非常实在 大家看看你们有没有认识 谁说犯婚的 谁说犯 你看我诚实的 看我认识 这字不认识 我也不能念婚 王你认识不 他介绍之前你认识不 他要不说这字 我就是一打眼 真容易读成婚 混淆的人多嘛 兄弟 千万别这样 今天我来 就想证实一下 我这个人 不是那么让人一看就发婚 而是明显 不是婚 是明显 明显不婚 有句话说得好 心有多大 才会有多大 才是有多大 才会 才会有多大 才会有多大 才 都正了 你看 我这个人并不婚 但是我能把 人 整婚 OK 谢谢 希望你今天来到这儿的 最终目的是 能把自己整结婚 对 你拿这个 你再给我拿个单 写犯婚 自打给你 自打主持你这个环节 我就婚 一直婚到底 姐 我希望 鸭子姐 一直 节目一直火下去 而不是 婚 是火 不是婚 不是婚 真的是火 明白了 看一下场上16个女嘉宾 唱好了吗 好了 场上16个女生 觉得我们这位小伙子 表现怎么样 大家可以先考虑一下 请选择 谢谢 我来问一下 发号 对不起男嘉宾 虽然你叫范洛 但是你给我的感觉 确实是挺昏的 为了下半辈子 我不昏昏度过 所以我把灯灭掉了 对不起 无关系 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后悔的 来看一下场上其他亮灯的女孩 根据你的感觉 最少灭一盏灯 在那里 老弟 你也会后悔的 要不然姐打算请你到最后 请你的心动一声出来的 首先我 真心的 感谢您 给我一次这么好的机会 我竟然没珍惜 但是 我相信我有能力 也有这个勇气 请出我的心动女生 谢谢您 接下来呢 所有的女嘉宾来看一下 这个小伙子的第一个短片 好好了解一下 那一起来看 主题 乐乐大者 弱智 为居小便 不可胜道 嘿嘿 大家好 我杰洛 是某公司的一名医院经理 今年23岁 人的一生中 难免要经历 许多酸甜苦辣的事 但是我却是一个 不能吃辣的人 朋友们经常说 我是活导航 你知道为什么吗 看你不知道吧 因为我的发现感特别准 从来没有迷个路 为了加强我这种特异功能 我是让培育自己 为什么培育自己呢 我经常让自己 走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中 然后在另地蹊径走出来 体验那种 柳暗化明的感觉 你知道吗 那种感觉非常棒 从小吧 我就和杰洛 这个数字 特别有缘 就是怎么说呢 我上学阶段 一考试 我就考第三名 我参加文体活动 我就得三张奖 就连吃个饭 我都要点三盘 喝三盘就 我就倒了 你说 就算是我买个彩票吧 你说买三 我就中奖 我特别喜欢杰洛 这个数字 最后我给在座的女嘉宾 留意到心理测试题 画一颗你当前心目中的树 请准备好折笔 OK 现在可以开始画了 你在你南海中 是什么样的树 你就给它画出什么样 然后呢 你就能在他画的大树当中 看到一些问题 是吗 对 这个我觉得好像只有 我们曾经接触过的一些心理咨询师 才会有这样的一些能力 对 有些心理学测试里边 他也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出名的了 对啊 你可别是你不懂 然后我们画完了之后 然后你还护了我们 你还不专业 有一位算是名师吧 但是他不出名 我请教过他 而且我也得到我的结论 得到证实 是很准的 那我们这样吧 现场16个医生都做了一下测试 每个人画都画一颗树吧 自己心里想的这个树 大概能画成什么样 好吧 来 来动作快一点啊 自己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6棵大树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好 谢谢 辛苦小二 辛苦辛苦 你先评价一下这幅画 我是觉得这幅画太有特点了 来 这幅画啊 可了不得啊 怎么的呢 你看啊 树 有果实 对 证明一个人 他很爱吃啊 为大家看一下这幅画 树上面长着汉堡包 西衣果 香蕉 苹果 葡萄 各种各样的类型 它重点不是在树 是在树上的汉堡包和旁边这位 这是这是女人吗 长发飘飘的 刚才我就没好意思说 他不仅喜欢食品 他还喜欢女人 其实我们场上谁挖的呢 小二 你觉得呢 体型上看很像 因为他 洗手 肯定好 你看这个树 你能看出什么问题来吗 这个树啊 这个树 他 性格 很朴实 很稳定 对 就那体重还不稳定吗 对 还有 家庭一定很和睦 哎呦 你怎么知道 现在追求小二的 有一班人呢 一个班的呢 这个或许是少的 好 我们来看看其他的 七号 我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正确 但是95%以上的人 都是这样的 对吧 安全感 他应该是 离异家庭 天下是单亲家庭的孩子吗 不是 小明一度陷入尴尬 看范洛如何自圆其说 我真的没有遇见过 这种失误 进心理测试后 载爆测试喜好 小伙子喜欢他是大三 小的那个他不喜欢 但若能否找到 主动他的指心人 我说叔妈 控制别故的 我实在受不了 天下是单亲家庭的孩子吗 不是 我做过十次测试 虽然 我真的没有遇见过这种食物 真的没有遇见过 那说一下八号 八号一定要特殊说 我觉得这八号 也的确是需要 那个拿出来看一下 上面是苹果 地根里面还是苹果 对 他其实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特别特别乐观 他甚至当一件坏事情 落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他都可能笑出来 才真被你猜中了 而且八号 你平时对人会有逼迫感 逼人逼得很近 那可能会有 为什么呢 你看那个树 你怎么会能看出 没有 因为之前我跟那个 丁建略老师和黄老师 也探讨过这个事 画任何一幅画 如果你自边留白 留得很大的人呢 他对别人的要求会很少 别人会觉得 他的威胁性会很少 而留白留得很少的人 一般就是 主动要求的东西会很多 就不会给别人留余地 是吗 对对对 看来我今天是班门怒服了 11号小图图 男嘉宾你好 刚才我在等天里看见 你非常喜欢三那个数字 那你以后当结婚的时候 出现第三者 你会怎么办 这个三和你理解的那个三 肯定不是一个三 从短片里你能看到 我们编导拍这个短片 所有提到的三 全是三横的汉字三 小伙子喜欢它是大三 小的那个他不喜欢 是吧 对 你怎么跟三那么有缘的 小学的时候 每个人都喜欢考这个第一名 但是我就发现 我真的不喜欢第一 你如果当第一了 你前面没有人去超越了 你当第二了 你超越了一次 你就没有第二次超越了 懒惰了 你当最后一名最好了 一年一次超次超一个 一次超一个 那你最后一名 他接触的人是不一样 就是在这里边 我跟现场所有人也为我作证 我打算三年以后我要结婚 我结婚我要有车有房 我三年以后我肯定会做到 那么再接着三年 我会买一个在三层的楼 三层楼 别墅吗 别墅 也就是 当然这个别墅 在不管是哪个街道 它必须得是三开头的一个街道 11号小兔兔 我跟他沟通不了 他说话控制别度的 我实在受不了 6号 你是就到台上紧张 还是平时说话就这样啊 我挺好奇的 我说过了 我不喜欢把所有的话都说得太白 小伙子 我一定 我特别好奇想问 咱们能直接表达的话 为什么你一定要喜欢绕圈来说呢 如果生活当中 你想约一个女孩 就晚饭后看个电影 你得怎么约 你喜欢三 来你约三号好不好 今天周五了吧 我们是不是挺长时间都没出去过了 今天也都不加班 晚上是不是应该考虑出去 做什么事情了 或者逛街啊 你想干啥呀 挺长时间没去看电影了吧 你想看电影啊 现在电影也挺多的吧 你想干点啥 你先告诉我 你想跟我干点啥呀 吃个饭了 你逛过街了 一般女孩都比较喜欢的事 那是吃饭的还是逛街呀 还是看电影啊 这个主要是看你的喜好啊 那你今天约我想 是约我干点啥呀 我只是想约你出来而已 约我出来 什么事儿随便 那你就直接说约我出来 小约我干啥干啥 干啥呗 你咋那么迷你呢 但是我 我是一个特别急脾气的人啊 我就站在你旁边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感受一下灭灯这些女孩的这种感受 就如果你要是喜欢这个女孩 你要想约她的话 你要说今天周五了 我们是不是该休息了 你说第二句 说第三句 你看看女孩子都喜欢 你当你说到第三句说完的时候 你在抬头这个女孩早发牙子 没人了 真的 这心啊 心是揪就着你知道吗 就是 就拧巴着 就拧巴着 不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 还要约我出去 我还知道你要约我出去 我还着急 就想让你说着 你到底我要干嘛 我好给你抬一下 我好出去 可你就不说 然后这个人绷着 而且我告诉你 有些女孩子就喜欢什么 你打电话 比如说给高宇轩约她 给你打电话 在单位的吧 下午点半 我到你单位接你 把你今晚看电影 好了 自己来 好嘞 很多女孩子很吃这一套的 太爷们了 对了 甚至看什么电影 电影票里都买好了 几点 由你来定 OK 谢谢你们 其实走到这个舞台上 并不是一种挑战 面对这么些女生 其实是为一种挑战 真的 小伙子 我想告诉你 如果从恋爱心理学的角度来讲的话 你的委婉 会被女孩理解为你的优异 而且这种委婉的话 会被女孩认定为你的不坚定 甚至是怀疑你对她的好感是否存在 面对喜欢的人的时候 要毫不犹豫 好吗 谢谢 全程热烈限量版的缘分天使送给你 希望你能够幸福 好吗 好 谢谢 我在台上的雨调非常的慢 但是绝对不是这个紧张照常的 因为我本来说话 我不喜欢把所有的话都说得那么明了 那么明白 我喜欢给别人留一点想象的余地 接下来出场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位男嘉宾 这位男嘉宾是一位远道而来的美食家 掌声有请 大家好 大家好 台上十六位美女你们好 我叫周强 我来自四川自购 我的爱情是爱情就像做菜 飞鸟我准备好了 你准备好了吗 我觉得你上场的时候做这动作 再给我们做一遍 我看看 招财猫猫 她一做这动作 我真觉得我们俩还挺连相的 好 也希望今天你能够通过这种方式 把姑娘招呼 好吗 好 林志姐 我今天从四川带了一点我们家乡的小女物了 今天送给你跟王哥 还有场上是因为美女的 什么东西啊 川菜老板远道带来的究竟是什么礼物 好像坏了一句 面对神秘礼物 女嘉宾灭灯环节能否手下留情 男人的手短 世人的嘴短 别走开 广告之后为您揭晓 什么东西啊 四川牢灶 牢灶 牢灶酒吗 来 交给谁 是不是交给我们传家小二的 来 来 小二 把我们男嘉宾的礼物送上来 哎呀 你怎么交给他了呢 我不知道他在后台都喝多少瓶了 都给 哎呦 来 我们的十六位女嘉宾可以享用了 牢灶酒 美容养颜啊 你们都说人家男嘉宾说有我的一份了 小二啊 就剩一杯了 您不馋呢 他偷是喝半岗了 我说实话好像有点喝不惯 就属于 甜甜的 哦 然后还还酸 好像 好像坏了似的 这个东西它就是经过发酵的 女嘉宾觉得怎么样 来说一下味道 十二号 哎 这个味道非常的好 不像那个东北的那个大碗的白酒 那么烈 然后喝着特别柔 在嘴里就是绵绵的 而且甜甜的 还有就是如果他能美容养颜的话 有多少女嘉宾想一直喝下去 谢谢 哎呦 你这个酒非常好喝 但是我觉得你有点小气 你为什么美人才给我们送来一口啊 你应该给我们美人送一瓶 这你就不懂了 人十二号说的对 先给一口 你上瘾了 你就对这个男人感兴趣了 然后接下来跟他在一起 就能喝一辈子了 小二 小二你上来来 小二 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只能给一口 小二来 你看我说什么东西都不能弄到小二手里头 你留半瓶 你最后我估计你牵手就能把小二牵下去了 就他最 他最要比他好了 最领你的人情了 来看一下厂上十六个女生觉得对谁的感觉最好 看好了吗 厂上十六个女生觉得我们这位远道而来的美食家感觉怎么样 大家可以先考虑一下 请选择 来 来 接下来厂上 呃 亮灯的 所有的女生 根据你的感觉最少面一战 好吗 那边 我都有一种想调不过的 然后本来上场我想灭她的 但是俗话说的好 呃 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短 请呢 嗯 支持一下男嘉宾吧 但是 祝福你吧 希望能牵手你的一种人 谢谢 我也很同意十三号说的话 吃人家的嘴短 但你看我们这三位 四号 十六号 十号 一点都不带那个什么的哈 这眼睛里都不得沙子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是吧 好 来看一下男嘉宾的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大家好 我叫周前 我来自四川 四川的这是什么呢 美食 所以我就把美食都弄出来 我来自四川志工的一个普通家庭 高中的时候由于学习成绩不好 就去新疆当兵了 会议后我去湖近一家炸干城上的 后来去丁丁做了一名厨师 这几年从南到北也走了几个城市 虽然辛苦 我却也从中体会到了最大的快乐 这就是成病了这些城市的美食 吃来吃去我还是更喜欢吃串菜 所以2012年我来到产丁 我朋友们一起和开了这家串菜馆 最好的四号不但要会吃 而且还会要做 所以我们店里面的菜 这点就是我做的 私底下我也喜欢做菜做家务 要我们四川话说就是趴儿子 就是疼老婆爱老婆 什么就听老婆话的人 一个四川人作为一个趴儿子 他并不是一定对人的事 也是一种美德 但请兴残的女嘉宾不要误会 我可不是一个软弱的男人 在家我能照顾好自己的女人 在外面也能打拼好自己的事业 所以以后家务话由我来吧 请由你来吧 男嘉宾你好 我想教你一句那个我们东美话吧好不好 然后我教一句你跟着学一句就可以 行 行是吧 我懵了真懵了 你说的太快了我真懵了 慢点说人家学一遍 我懵了 波拉盖 卡马路牙子上了 卡马路牙子上了 卡出了皮了 卡出了皮了 12号 你觉得你找一个东北女孩 会不会有一个地域文化差异 会不会拿我们东北女孩 跟你们四川的女孩去比较 我觉得东北女孩更好一点 为什么呢 嗯 是因为你来参加东北的三星节目了 不是 挺直说的 东北话有句话叫什么呢 都得过小三 打得过 流氓 谁说这是东北女孩的特点 你先是东北话中文书的吧 你已经把这个荣誉 灌到东北女孩的米架了是吧 是 东北女孩全都是斗得过小三打得过流氓 但是我个人感觉啊 就是四川女孩和东北女孩的这个差别 其实是挺大的 咱们要具体来说的话 比如说在一个饭店里边 四川女孩更适合干服务类的工作 而东北女孩的性格更适合做老板娘 对对对 你看你也这么认为是不是 对我已经是这么认为的 今儿就来找老板娘的是不是 差不多吧 我跟你说啊 我们厂商适合当老板娘的可多了 15号 那个我听说四川有一个习俗 就是他们那男孩女孩结婚都比较早 而且生孩子生的也比较早 而且呢一定想要生男孩 然后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就是您以后是 那个对于男孩女孩这问题有要求吗 没有 但是对我过来讲 我不存在这个重男轻女 反而对我来说还有点这个重女轻男 我更喜欢女孩 你这个想法比较好 因为现在比较流行一句话说 生男娃子嘞就是建设银行 而你生女娃子嘞 像我们十六 像我们十六位财产家里面就是招商银行 谢谢 好 又又又又又 是15号关心这问题 尽管有点早 但你看这个比喻 真贴贴真影响 是啊 我说这老王脸上怎么洋溢的这个笑容 怎么这么刹烂呢 他也是招商银行 好 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男嘉宾的第二个短剑 一起来看 我只交往过一个女朋友 我和他从初中到高中一直就是同学 那时候我们大家就还小 大家只能相互纯粘纸条写写情书 那时候我就以为这就是所谓的爱情 零四年的时候我因为学习成绩不好 我就去新建当兵了 两年后我回到老家 而他也毕业了 那时候我们俩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交往之后他一天半也没有善 我每天下班回到家 给他买水果做饭 马上淋洗下水也给他打好 我们就这样交过了两年 准备回家结婚了 但是在扯备婚礼的过程中 他和我父母发生了一点冲突 他把我母亲给骂哭了 但是我想一个女孩子 你最基本的孝心就没有 我为什么还要娶她呢 最后我给他提出了分手 在之后的五年里 我去过很多地方打拼自己的事业 现在在厂城基本稳定下来了 白天满满路路的没去想那么多 但是一到晚上的时候 惯了我们感觉自己特别的孤单 所以我想找个真心的人陪在我身边 选择女朋友的标准就像选择菜品的口味一样 有人喜欢口重 有人喜欢口轻 就像场上的三号女嘉宾高雨 她性格直随 快饮快语 就像一盘水煮鱼 吃起来麻辣过瘾 我很欣赏三号女嘉宾的性格 是东北心的辣妹子 因为我最喜欢吃的菜就是水煮鱼 水煮鱼虽然好吃 可也不能正正就吃 但是我更喜欢吃泡菜 泡菜经济实惠 就像我找女朋友一样 会要求她多高多漂亮 只要求她温暖善脸 在爱情上大家都是急性子人 就是一谈到高雨轩了 大家说啊奔着高雨轩来的 叉叉叉把灯都灭了 但是呢最后我们男嘉宾留了一个悬念 我最喜欢吃的是泡菜 因为只有吃着泡菜 然后吃着大米饭 觉得这样的日子怎么的 平淡 实在 实在 好来五号 你形容一下你未来的理想中的生活 会是一个什么菜 两个人的生活 或者三个人 中国人像我觉得还是做那个酸菜鱼更好 因为里面加的有那个泡菜 里面还有鱼 因为对我过来说我挺喜欢吃鱼的 我以为会是一道甜品 但是我是觉得用酸菜鱼来评价接下来的生活 可能不是那种特别有激情的 特别火辣的 而是相对来说是挺有滋有味的 但是还有营养的 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好来三号 男嘉宾你好 我看短片里面把我形容成就是水煮鱼了 然后最后你说你还是比较喜欢吃泡菜 因为泡菜比较实在 比较平淡 那你认为水煮鱼不够平淡 不够实在吗 这个水煮鱼啊 它不能天天吃 吃久了 它就会腻的 你说我就像形容 我就像水煮鱼一样的 火辣辣的 比较有娇气 比较就是雷利风景 但是你回首你就把我夸完了就把我扔到一边了 告诉我你还是喜欢吃泡菜 因为比较平淡 这样对我不公平 你到底觉得三号像什么吧 我就听你们俩绕糊涂了让你俩都 水煮鱼 它就是水煮鱼 现在就这么绕都没给它绕成我是泡菜 好那场上只有五号的灯亮着是吧 来五号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我觉得小伙各方面都挺好的 但是我不知道他对我印象怎么样 挺好 五号要不要 我愿意跟他走 来 掌线有请五号 来有请 五号和六号 他们两个是姊妹花 最后 就是姐姐比妹妹大八岁 他们两个一起站在这个舞台上相亲 但是我想知道 五号你是被这个男孩子的哪些特质打动了吸引了 很简单我原来是想找一吉林小伙 但是我在他身上也看到了咱吉林小伙的那个劲儿 他有这个拼劲儿 我也是从辽宁来来的时候一个朋友亲戚什么都没有 这么多年也是我一直在打拼 而且还一直在独立的照顾我妹妹 在他生病的时候经济不独立的时候 一直都是我一个人在拼搏 所以小伙儿 让我争取你一下 如果你愿意带我走 我觉得你是一个上的厅堂下的厨房的男人 如果你愿意带我走 我绝对会让你在厅堂上有面子 在厨房里给我打下手 刘珊珊的心情告白 能否打动有同样经历的周强 姐妹情深的一段对话 让姐姐累死现场 就像我第二个妈妈一样 这些年真的特别特别不容易 周强最终能否愿意 堵珊珊一个家的港湾 别走开 我姐这些年真的特别特别不容易 包括她特别孝顺对家里 包括这些年就是一直带着我 然后她也说过 在我经济不独立的时候 生病的时候 就像我第二个妈妈一样 她特别特别缺乏安全感 然后她需要一个像你这样 就是特别稳重特别踏实 然后这样一个男人去照顾她 去关爱她 我希望你能好好考虑一下 我姐姐她真的很不错 好的 姐姐这么多年就像妈妈一样 照顾着妹妹 终于在我们的舞台上 能够遇到了自己非常心仪的男孩子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希望姐姐能够抓住 也希望男孩子能够多了解一些 我们这个女孩 好 接下来来看一下 男嘉宾上场的时候选择的一种是吗 不用了 为什么不用了 我前面要求不用看 不用看 你放弃了是吗 放弃这个环节了是吗 对 为什么不用了 兄弟一定告诉我 但是上来的那是第一感觉吧 然后从慢慢的了解过后 我觉得五号挺好 不错 所以我就选择五号 有缘千里来相会 一个来自四川的江湖 一位来自辽宁的姑娘 在属于我们吉林的舞台上 就这么眼睁睁的看你们牵手了 知道接下来什么环节吗 知道 什么 爱情大考验 好 来看爱情大考验 选择一个字 爱情大考验的燕子 一起来看燕子 爱的默契吹熄之间 来小二 好 男孩用嘴来吸乒乓球 规定时间 好 成功 一个 坚持住 就差一点点 就差一点点 好 两个 恭喜 三个 这个默契度起来了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我真想说 反正是我们 因为吹熄之间这个游戏 一直以来 好像应该算是创纪录了 还能成为吹熄之王了 这马上能够找到 这个游戏的诀窍在哪 一共是八个 八个名棒球 在规定的时间内 非常不错 非常不错 再次掌声祝福两位 希望你们永远这么幸福 刚刚 其实我最重要的群的 他感觉他 第一 有效性 第二 会照顾人 第三 有责任性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站到5号位置上的接旅女嘉宾会是哪一位 掌声有请 大家好 我叫苏亚希 今年23岁 来自于长村 我的工作是名幼儿园老师 好 欢迎欢迎 接下来要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位男嘉宾 这位男嘉宾据说是一个泪点很低的男孩 掌声有请 大家好 我叫赤南 今年24岁 来自松原 我的爱情学院是生活中并不缺少美 缺少美的是因为她没有来到全城热恋 如今我来到了全城热恋 终于知道什么这么美 接下来来看一下场上16个女生 觉得哪个最美 哪个最喜欢 看好了吗 好 好 场上16个女生觉得我们这位小虎子表现怎么样 先考虑一下 请选择 8号 爱哭男人 我真的受不了 那接下来来看一下场上其他亮灯的女孩 根据你的感觉 最少面一盏灯 到那里 哎呀我这心情啊这我认识我这男嘉宾一向挺好 我还想挺男嘉宾到最后呢怎么夸下我就灭了呢 我来到这找到了我人的人生的方向 但是看到你我又迷茫了 男嘉宾请问我怎么让你一样呢 我觉得你看到我应该更有方向才对呀 你虽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但你今天的穿着很漂亮 而且我告诉你刘月 通常让男人迷茫的女孩都是美女性的 所以完全可以自豪地接受 好来看一下男嘉宾第一个短片我们了解一下 我出生在松原的一个小乡村里 从17岁那年开始 我走过很多城市 也做过很多工作 做过厨师服务员 铁场工人 也发过传单 记得有一年冬天 在我身处他乡 身无分文 走投无路的时候 我在一家银行提款机的里面度过一夜 那一夜我立下视野 天亮之后我要重新站起来 即使天气再寒冷 我也要冷得精深 我现在是一名销售顾问 我也曾经的理想是 一名一家夫妻小店 过着自己自足的生活 但现在我的理想是 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团队 我这个人会用三个词来概括我自己 第一是政治 因为我的朋友会把他的银行卡密码告诉我 让我去帮他取钱 但是我从来没有动过里面的意义 第二是感性 都说男儿有泪不清谈 但是我的泪点很低 在西游记里面 孙悟空被他师父误会的那一段 我也哭了 第三 我是觉得看西游记那一段都会看哭了 这的确是挺难得的 哪一段啊 三大白无精那段 我看西游记我也哭 我终于知道了 西游记原来是一幕悲情大气 是 是催泪大气 那你除了看西游记会哭成那样 其他的一些情感剧你也会吗 情感剧感人的地方会 再一个就是在路边或者公园 看到孤瓜老人无人照顾 心里也是非常难受的 也是眼睛会热热的那种感觉 因为看着特别可怜 爱哭的男人 我想也许是因为他的心灵更敏感 其实更善于捕捉感情 而且懂得自己的感情吧 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 男人哭一点吧 也不是罪 好 来看男嘉宾的第二个短片 在我的一生中 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我的父亲 我是单亲家庭 四岁的父母母亲因病离开了我们 爸爸终于对妈妈的感情 所以至今未去 一个人寒心如虎的把我拉扯大 在我的心里 爸爸是一个重情重义 真男人 真汉子 因为爸爸的原因 所以我对感情有两个中心原则 一是要孝顺 能够善待老人 也能够孝顺我的父亲 其次 我会对我的另一半从一而终 所以也希望他对我也会从一而终 我凭生最恨那些 剖析不负责任的人 所以请你相信 如果我们在一起 你若不离 我便不气 虽然 现在可能我们会在自行车上哭泣 但请你相信 有一天我会让你在宝宝库里 微笑地和我一起回家 来十二号 男嘉宾我想把你比喻成一种动物 那么就是大象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大象是对爱情最忠正的动物 他一生只找一个伴侣 我觉得你肯定会继承你父亲那样的一个从一而终的那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我没有太多想说的 只想说 我想挺你 谢谢 爸爸这么多年的对你的付出 你有跟爸爸表达过吗 没有 从来没对他说过 没有 看见爸爸真的很不容易 为我付出的太多了 我真想有一天 用一个最好的方式去表达 去来报道我父亲对我的关爱 一个男人就从孩子四岁的时候就一直拉持着孩子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再找老伴 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很难得的事 男人的这种经历有多么不容易 你知道你爸爸当时从你四岁开始拉持到每一步 比如说给你做饭 给你换衣服洗衣服 甚至我不知道有没有亲手给你缝过棉衣 这样的事有没有过 有 你爸爸给你缝衣服的样子你还记得吗 也记不太清楚了 如果你要是找到女朋友了 爸爸是不是就是对你的这种牵挂还会少一点 觉得有一个人照顾你了是吧 会 那你对爸爸的这种希望呢 希望他将来的日子怎么办啊 我会尽快的努力 然后在长春有个家属于我自己的家 然后我想把我爸接过来 然后给我爸找一个老伴 这个事跟爸爸谈过没有 没有 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因为我爸从来也就是不想再让别人给他介绍对象 所以说我想自作主张一次 帮我爸爸找一位 四号 男嘉宾我想对你说 树于静而风不止 子于阳而亲不带 既然你的母亲不在了 希望你把你全部的爱 包含你母亲的爱 好好的去疼爱你的父亲 因为你的父亲真的特别难 谢谢 六号 男嘉宾你好 我想说我就是对你的感觉 从你一上场 然后我也没有说话 这种感觉特别微妙 当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感觉你就是我喜欢的那一款那一个型 然后胖胖的有小肚子 然后各高高的眼睛圆圆的 然后到最后再听到你的这些故事 然后你对感情的那种真诚 然后我就包括你的家庭 我确实由那种心动变成了感动 我想听你到最后 不管你选择的是不是我 然后我就想说这些了 希望你考虑一下我 谢谢 谢谢你的支持 好来掌声有请 六号女嘉宾有请 我想说的是好巧啊 刚刚姐姐一下子就找到了 自己心动的这个男孩 马上你的这个有缘人就到了吗 还是姐姐走了你着急了 确实是感觉到了 这只不过是一个巧合吧 被他在哪方面打动了 他说他的哭点很低 然后我就觉得这种男孩就是他爱哭 然后看西游记都能哭 他特别的真诚特别善良 就是那种善良就特别的打动我 而且我想说的是 有一天我陪着你看电视 然后在你哭的时候 我替你擦眼泪 然后还有你的家庭 就是我的父母属于那种 有些老顽童就跟我们像朋友一样 尤其是我的妈妈 都说一个女婿半个儿 我觉得如果咱俩真的牵手成功了的话 我妈妈也会对你特别特别的好 妹妹刘卓的一番真诚告白 能否打动爱哭男孩持男 你可能会有一个开穿菜馆的姐 文艺青年大胆提出引烈要求 却不想遭遇女嘉宾的集体炮轰 连面粉都没有给 我觉得对女孩子有点不太公平 如果咱俩真的牵手成功了的话 我妈妈也会对你特别特别的好 真的 小伙子我要告诉你 你可能会有一个开穿菜馆的姐夫 你知道开穿菜馆的姐夫是谁吗 知道吗 知道 对 你们场下都应该接触得很好了 对 就是在上场之前 这四个上场的这小伙子 都已经混得很熟了 好 别高兴得太早了 还不知道小伙子最后的选择呢 我们现在还有点想当然 来看一下男嘉宾上场的时候 选择的一中人会是哪一位 一起来看 12号 来 有请12号 接下来两个女孩 一红一绿的搭配 色彩比较抢眼 你问一个你最想问的问题 问两位 一天中你会给我打几次电话 不见面的时候 一天不见面 你会打几个电话是吗 对 哎呦 这个问题挺难回答呀 12号 如果说早晨分开的话 就一旦早上分开的话 我应该会打两个 如果说你一晚上都没有回来 就是出差呀或怎么样 我要打三到四个电话 那么打两个电话呢 是问一下你中午饭和晚饭 如果一晚上不回来 打三到四个电话是早饭 中饭 午饭 还有晚上几点睡 好 6号 这个我会根据你的工作时间 休息时间 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 不可能说我一直 黏着你啊给你打电话 你想我了会给我打的 所以说如果找不到你的情况下 我会很焦急 会多答几遍 但平时我会按照你这个时间 去思考给你打电话的次数 两个女孩回答的 都是很有智慧的 那么接下来你的选择 如果选择12号 你要拿出你的态度 向她证明 如果选择6号的话 就可以跟她幸福的牵手成功 然后接下来我的想象是 和姐姐和姐夫 今天晚上就上万达去吃饭了 想好了 哪个女孩适合你呢 祝你们幸福 谢谢 谢谢12号 谢谢谢谢 今天这一场啊 姐妹花 成了你们姐妹的专场了 是啊是啊 姐姐和四川的姐夫 两个人挥着手在下面坐着呢 希望那个 你们的爸爸妈妈看到这一期节目 会非常的开心 家里的这两个姑娘 都在我们这个吉林的舞台上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我也希望这样 来 那么接下来两个人 爱情大考验 一起来看 选择哪个字 选择考 选择考爱的速度啤酒一瓶 来 小二 上酒 喝完这一瓶 马上川菜就能跟上了 想有下酒菜 知道不 好 计时开始 谁喊再来一瓶的 谁喊的 你喊你来 哎呀 这小伙子真是 一滴都不撒 认认真真把一瓶喝完了 酒品如人品 能够看出来这一点 你跟刚才跟二号那个 现在都所谓的姐夫了 出的咋样刚才啊 刚才 出的挺好 还挺好啊 对 你说谁成想啊 上场之前还哥们呢 下场之后就得管人叫姐夫了 就是这样啊 姐夫和妹夫之间 完全是在于 小伙子自己的选择 对 就转瞬之间 就马上就这样了 是吧 还有 太好了 我觉得这一点 我们特别的开心 特别都有成就感 在这里 希望姐妹二人 能够一直这样幸福着 好吗 是 恭喜恭喜 祝你们幸福 今天 今天也特别开心 特别高兴 因为跟姐姐都相机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好的 来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出场的最后一位小伙子了 这位小伙子说了 上全程热恋太难了 比干什么都难 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感触呢 有请他出来之后 我们再聊 大家好 我叫孟祥义 来自吉林市 我的恋爱宣言是 巨暗其美白发质 不限鸳养 不限仙 谢谢大家 燕子姐好 汪老师好 好 来看一下场上16个女生 对谁的感觉最好 场上16个女生 觉得我们这位小伙子表现怎么样 先考虑一下 请选择 谢谢大家 接下来你的任务 下面的15个女嘉宾 根据你的感觉最少面一盏灯 你给三号个理由 其实三号长得非常漂亮 不过非常遗憾 在下猜出学习 没有很多种 你这种我不能欣赏 我确实祝愿你幸福 灭了 我还能说那什么呢 老门 谢谢 我确实是出你说 没叫错 没事 灭了就灭了 我灭灭更健康 我祝你16位女嘉宾 除了以外全灭你 你送点好救急吗 是不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没关系 男人多担当一下 不是什么错误 真的 好 来看一下 我们这位男嘉宾的 第一个短片 你先来了解一下 我是一个经历过 生活的重新喜悲 已经不是很像 处女座的处女伴 我是一个很俗气 很乐天之命的一个人 一壶啄酒半战成 就给予让我满足 我还在读一些书 尤其是一些国学电子 我认为我最帅的时候 就是我最顺利的时候 我觉得我最美的时候 就是在帮助别人之时候 男人一出生 就是要承担责任 就是要不断地解决问题 我在麒麟的 一家网络媒体工作 主要是负责 建议与对外合作 在与客户谈判的过程中 首先要用心去倾听 发现对方的真实需求 最后呢 就尽快分析出 对方的特点 知己之力 才能百战不耐 当然最重要的是 要用心去搞 生活带给我们 或者你成功 这才是最保护的 加油 我就喜欢做一些 有困难的事情 比如爬一座 自己没有爬过的山 比如这边的雪中 热恋什么 每个单身的大龙青年 都有有深深的历史 在被问到是否有房子的时候 我的回答都是重要的 因为我觉得 父母的房子是父母的 我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 我一定得问一下 刚才你出场的时候 我也在说 参加全程热恋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是这样 在两年前我就报过名 结果呢 我在网上报名成功 就是一周之后吧 咱们节目不就改成乡村吧 两年前是我们乡村版的第一季 是吧 对 然后呢 像这次就是 报上名成功之后呢 台风又来了 台风来了 对 没赶过来面试是吧 对 这算是第三次了 是吗 正式冲击全程热恋 不过我相信好事多么 一定会有这好的结果 好 来 8号 看你的VCR 然后你提到说 因为你的工作原因 你需要经常 嗯 面对你的就是谈判方 你要总结它的特点 是吗 是的 现在我跟你说个难题吧 我想请你给我们场上 16位女嘉宾 做一个特点分析 就先做你自己的好吗 可以 离近点没有问题 好 我问一下你什么行动 巨蟹 谢谢 就这样丁丁的丑啊 是 是 好 我看出 你看出一点门道是吗 呃 先问的星座啊 然后再丁丁的丑上 三秒钟 跟我们说一下 你觉得8号是一个什么 性格特点的女人 其实她从外表上 是很强势的一个人 但是呢 她的内心是一个 非常需要一个 一个比较温柔细腻的人 去呵护她 去关爱的一个人 而且就是从星座特点来讲 一般巨蟹座 是比较顾价 大概是这样 8号觉得怎样 基本上被你猜对了 谢谢 运气比较好 好 来看男嘉宾的赛 有点 可以一起来看 我们处影座的男人呢 遇见喜欢自己的人 总觉得对方不够完美 遇见自己喜欢的人呢 就觉得自己不够完美 就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耽搁了我这么多年 我是一个不太喜欢 将工作与生活 联系到一起的人 如果准备结婚的话 我会广而告知 如果只是恋爱的话 我会保持第六 我发现每个情侣之间呢 都会互相定一些规矩 而我最无法忍受的规矩呢 就三条 第一 不能办理和女生吃饭 第二 每天三个报告电话 第三 经常和赵女人进行会议 我最不喜欢的女生类型 就是静华烟云中 游莫愁那样的女子 清合而标门 要最好的上 198 看 在我心目中 理想另一半的类型 是像姚木兰那样 知性端庄 用才华而付我内涵 我不介意她各方面的比我亲 因为我觉得 如果面前有一个 什么都强弱自己的女子 反而会给我一个 前进的动力和光线 三号 男嘉宾 我看短片里面有说到 如果说你谈恋爱的时候的话 你会处于一个低调的状态 就是不会公开 我和你之间的恋爱关系 给你的朋友 或者是家人知道 我觉得这个问题上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状态 或这种想法呢 因为我认为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 就是两个人的事情 两个人最处理 如果 如果就是 你听到谈恨恋嫁的话 不要因为恋爱的事情 就是受到过多的干扰 如果别人要过多的参与 你过早的知道这个恋情的话 它会左右你们互相之间的判断是吗 对 我是觉得这样 比如说 比如说你要是跟三号谈恋爱的话 你的朋友去找 你的朋友找你吃饭 然后呢 那个肯定啊 那你要是说你出不出女朋友啊 那你会说什么呀 潜伏期 梦想艺大胆提出饮恋要求 潜伏期 却不想遭遇女嘉宾的集体炮轰 你连名分都没有给 我觉得对女孩子有点不太公平 面对女嘉宾的唇枪舌战 国师大师能否依然淡定 吉林人民都知道你出对仙儿呢 别走开 休息一会儿 马上回来 你会说什么呀 潜伏期 潜伏期 那潜伏多久啊 他给你出了三个月 还算潜伏期吗 看具体情况嘛 任何事情都没有绝对的 我是觉得如果时间长了 女孩子会觉得很不舒服 来五号 如果是在出对象阶段的时候 我选择了你 你能给我什么呀 你想要什么 我觉得你连名分都没有给 我觉得你这样事对女孩子 有点不太公平 我觉得你对爱情态度不是很认真 可能你说的对 不过我确实是那种将生活和工作分得特别开的那种 对不起 来十二号 如果你的另一半 他跟你在一起了之后也想带你去见他的朋友 你去吗 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嘛 不过我觉得我去的可能还是比较大 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这个实际情况你能给我界定一个标准 首先呢我得看就是双方已经达到了一个怎样的阶段 不能说就是可能刚见面没几天 我好像没想见见你 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很唐突的 但是如果说大家关系之间比较稳定 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男嘉宾你知道吗 你来到全程热恋的舞台 你知道这个节目的收视率有多高吗 你知道你在这牵手成功一个女嘉宾之后 好 激励人民都知道你处理仙儿呢 定情是人 谢谢 好一起来看第三个短片 男嘉宾非常严谨 孟哥非常自信 孟哥心思非常细腻 他有一种让人亲近的感觉 孟哥是典型的处理男 匹配的情络女一定要关注他 孟哥的钱包已经攒着鼓鼓的了 就等着去喜和他 希望在场的所有的女嘉宾都能选择他 详异详异 全心选异 孟哥 压道加油 女嘉宾手下流情 今天我说说孟哥的优点 我们孟哥英俊潇洒 风流气场 又人品又人品 又长相长相 这样的好男人到哪里去找 孟哥 还有几段灯了 孟哥宝读诗书 艺经国学八卦星座 凡是你们说得上来的 你们可对不上来的 孟哥 还有灯了吗 我们孟哥每天上班时间特别早 下班回家时间特别晚 这工作是兢兢兮业业 孟哥 这回没有灯了吧 有什么感受吗 不管结果怎么样 我来到这儿呢 对我的人生而言呢 又多了一顿经历 谢谢全程专业 谢谢燕子姐 谢谢王老师 谢谢各位女嘉宾 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你们 我觉得刚才你所说的一些条条框框 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 我会选择引练 不会让别人知道 我觉得这是自己的一些想法 可能你在生活当中和经历当中的一些摔摔打打 让自己已经成为一个大男人了 但是我觉得在情感上 你还是一个不成熟的一个小男孩 我这么说对吗 老王 我觉得可以这么界定 男人如果永远是单身状态的话 那永远就不能进入成熟的队伍里边 对 就主要是在情感上的成熟更重要一些 是的 让你的缘分来得更猛烈些吧 但他来的时候 一定要展开双臂迎接的 好吧 好的 谢谢 谢谢王老师 谢谢燕子姐 送给你一份 全程专业限量版的缘分天使 希望你辛苦 好 谢谢燕子姐 谢谢 非常高兴来到现场 练这个舞台的学生 不会有愿意 和我联系的 直接加 直接上方方法 来唱我们的一个方式 我想今天我们的现场 出现了很奇妙的一幕 来自辽宁的姐妹 刘珊珊和刘卓 在我们的现场 是先后牵手成功 我想她们是最幸福的准备花了 在这里呢 也再次求她们幸福 希望有更好的消息 能够传过来 好 第一个季节 所有的单身男孩女孩 希望大家 够打我们的报名电话 043188901890 那吉林市的单身的男孩女孩呢 可以到吉林曹洛炳 童话酒店报名 这是我们在吉林市 新开设的一个报名点 另外呢 如果大家想了解 我们男女嘉宾的详细资料 可以登陆我们的观众网站 3W.全聚热恋.吉林.先 同时呢 要感谢民意整形欢迎播出 感谢新浪微博优货网 百货网真爱网和世纪家园网 感谢我们的高兴视频 投资伙伴百度奇异网 还有强军商贸精品消费指南 国朗化粥造型美容学校的大力支持 本来我们的奖品呢 是由民意整形环球锅铝 和长红长动力手机 有名其功的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